木架動物園即將有新朋友報到 這是日本北海道的川路動物園 贈送台北市立動物園一對丹鼎鶴 在後天就會抵達台灣 這也是台灣第一次引進丹鼎鶴 這一隻可以比較靠近拍攝 姿態優雅的公丹鼎鶴叫做BIG 而這一隻總是躲得比較遠 身形害羞的母丹鼎鶴叫做桂華 他們即將在14號 從日本北海道啟程 來到台北市立動物園 而原方也把他們的龍設準備好了 因為北海道的夏季 平均溫度只有攝氏25度 比台灣稍微低一點 怕台灣太熱 籠子上頭已經架設好黑網 阻擋陽光 另外降溫設備也不能少 那裡頭我們還有加噴霧的設施 那另外還有提供那個水池 也是有冰水控溫的 那個都是在20度以下的溫度 這是日本第一次將單頂喝 送給其他國家飼養 省上台北市立動物園 一方面相信原方的照氧技術 另一方面也看到動物園 在2004年 細心照顧被散彈槍打傷的 單頂喝丹丹 讓他到最後可以被野放的能力 從那時候的七公斤 震動到九公斤 從當時病院年了 沒辦法直接的活動 到最後我可以展示 可以奔走 目前全世界在野外的單頂喝數量 估計大約有兩千一百隻 也被列入自然保育聯盟 紅皮書中的冰鬼物種 日本北海道的船爐動物園 想贈送臺灣一對單頂喝 也是考慮到要採取多一個 境外保育的策略分散風險 而這對教課中的功課 BIG預定在10月30號 會先公開兩項 記者 邱福財台北報導 就是這對教課中的 警方的功課